妈,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刚才我已经收到银行短信了,我们给小敏家的彩礼已经退回来了,我真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,这效率还真是高啊。 儿子,这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彩礼退回来了?是你和小敏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吗?是他们家要退婚吗?你必须向我解释清楚。 妈,你先别着急,你误会了,我给你解释一下,现在社会不是提倡零彩礼,反对高价彩礼取亲吗?小敏家这次要求我们给38万彩礼,真是有点太高了,这可是你们劳两口辛苦工作一辈子的积蓄,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这么轻易地就给他们呢?我心里是越想越不舒服,所以就把这件事实名举报了,但是我真是没想到,这才不到一天的时间,事情就解决了,他们的工作效率真的是超级快。 儿子,我知道这个彩礼确实太多了,但是我之前就已经打听过了,小敏家那边的彩礼确实是很高,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,有的甚至高得惊人,88万,108万都有,相比之下小敏家要的38万也不算太高了,而且我们当时也跟亲家商量过了,他们也已经同意,等你们结婚后会让小敏把彩礼一分不少的带回来,妈也觉得这是为了你们的将来。 所以和你爸商量后决定出这笔彩礼钱的,我们这边的彩礼确实不高,所以对于这么高的彩礼,我们确实很难接受,但是为了你们小两口的将来,我和你爸还是愿意出这个钱的,你现在一声不吭地去举报了,虽然彩礼钱退回来了,但是你们还能顺利结婚吗? 而且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,要是让别人知道了,小敏是因为这个才不跟你结婚的,以后在这里你就很难找到对象了,这件事你做得太冲动了。 妈,你就放心吧,我又不是想和小敏退婚,当今社会谁都知道赚钱不容易,小敏家一开口就要这么多彩礼,确实有点太过了,我不能做事不管,我们必须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林彩礼取亲。 而且当时我们两家谈到彩礼的时候,他们一家人一直不肯松口,我也是无奈之下才去举报的,再说了,我和小敏已经交往五年了,我们的感情深厚,不会因为这件事就不结婚的。 你还说我年纪不小了,小敏只比我小一岁而已,他的父母也一定比我们更着急,你就放心吧,我心里有数的,这个婚礼一定会按如期举行的。 而且,我这也是让他们知道,我们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,并不是他们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,如果不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。 不知道以后会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子呢?这彩礼可是你们一辈子的积蓄,好不容易才凑齐的,不能就这样便宜他们。 好吧,你心里有数就好,既然小敏已经退了彩礼,那么他们的陪价可不能少啊,你一定要和小敏仔细商量一下,他爸妈已经答应陪价一套房子和二百万存款,有了这些钱,等你们结婚后生活就会轻松很多。 爸妈也能跟着你张光,想想轻浮,还有一点,你最好告诉小敏,让她把她的工资卡交给我,我来掌控家庭财务,你们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,没有节制,不懂得勤锦节约,妈会好好帮你们保存的。 而且,妈只有你一个儿子,也不会给别人,将来都是你们的。 妈,你说的也有道理,那明天我约小敏见面的时候,我会和小敏谈谈这件事的,小敏很爱我,也一直很听我的,她一定会同意的。 好,那你明天见到小敏的时候,一定要和她好好的沟通,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,让她理解我。 第二天,小凡就把小敏约到了公园。 小敏,你今天怎么了?我怎么发现你情绪不太好呢?是谁惹你生气了吗? 张小凡,你都做了那样的事了,还来找我干什么? 小敏,你怎么了?你在胡说什么呢?我是你的男朋友,也是你的未婚夫,我们下个星期就要结婚了,怎么就不能来找你? 呦,你还想结婚?张小凡,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?你都去县里实名举报我家了,现在竟然还好意思提结婚,我看你就是有病。 小敏,我真是没想到会让你这么生气,早知道这样我就匿名举报了,但是这件事确实不能怪我。 你爸妈在这彩礼的事情上确实做错了,现在国家提倡零彩礼,可是你家却要求那么高的彩礼。 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,他们都是农村人,辛苦一辈子了,好不容易才攒了这么点积蓄。 现在都要拿出来当彩礼了,彩礼就花光了他们的所有积蓄,举办婚礼的费用还要靠着跟亲戚朋友借钱。 当初我们商量彩礼的时候,我就劝过你们,可是你们一家人就是不听,执意要这么高的彩礼,我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,只能实名举报你家了。 我心想着,只要能把彩礼拿回来就好了,这样我们的婚礼就能按计划进行,你也不会因此而不再嫁给我了。 张晓凡,请你搞清楚一点,要回彩礼就等于默认选择取消婚礼,你让全村乃至全国都知道了,我就是那个被未婚夫举报退彩礼的女孩,这导致我们一家人都没脸出去见人了,村里的街坊邻居都对我们家指指点点的。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,我们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,更可笑的是你竟然还指望我嫁给你,你的想法真奇葩。 小米,在你心里究竟有没有我?难道我们五年的感情还不如金钱重要吗?你真的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不愿意嫁给我了吗? 张晓凡,我承认38万的彩礼确实不少,但是这个习俗是自古就有的,如果家庭条件好的就多给一些彩礼,这也是对女方的重视。 而且,我们这边的彩礼数额确实是越来越高,可以说是天价66万,88万的都有。 但是我家并没有要求你们家给天价彩礼,我爸妈当时也说得很清楚了,如果我们要的少了,就会在村子里被人嘲笑的。 还有这个彩礼,我们本来就是打算走个过场的,我爸妈并没有打算把彩礼据为己有,等我们婚后,会让我一分不少的全部带回去。 而且,我嫁过来也是有陪嫁的,我的陪嫁是一套房子和200万存款,你举报我们家彩礼高,那你怎么不举报我们陪嫁的多呢? 你不是也说了吗?家庭条件好的人就应该多付出一点吗?你们家条件好,多给点陪嫁怎么了?再说了,我们那里的结婚礼金也没有那么高,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这么贵的彩礼。 我当时就明确地告诉你们了,希望你们把彩礼降低一点,但是你们死活就是不同意,况且你们家的条件那么好,多给一些又何妨呢?依我看你们就是陪嫁两套房子,都是小菜一碟。 就算是这样,你也不能做出这种事吧?你这样做,让我们一家人怎么有脸贱人?我爸妈的声誉都受到了影响,现在我们一家人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了。 再说了,本来双方结婚这个彩礼都是自愿的,你不同意,可以直接说出来,为什么要在背后搞这么一出呢?我们家并没有强制要求你交这笔钱,也没有说结婚后不把这笔钱带回去,你不同意我们要的彩礼数额, 可以直接选择分手,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?你让我们怎么有脸继续住在老家?未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左邻右舍?我爸妈在老家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 小米,你真的误会我了,我举报彩礼高并不是针对你的家人,我只是对现在的状态不满意。再说了,你们不也是看别人家嫁女儿这样做,你们也跟风这样做的吗?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缓解所有试婚男子的压力,他们都应该感谢我。 张小凡,你还真是够自恋的,以为自己很伟大是吧?既然你执意这样想,我也没办法了。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论了,我今天肯出来见你,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我们在一起谈了五年了,如果你真的不想结婚,我们可以分手的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因为彩礼的事情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。 我告诉你,退还彩礼就等于默认取消订婚,这是既定的规矩,也是你的选择,你都让我们家难堪了。我也不会再嫁给你,从今天起,我们分手吧。 小米,不是这样的,这不是我的选择,我只是要回彩礼,我绝对不同意和你分手。而且我爸妈对你也很满意,我们之间五年的感情也是真实的,我们应该共同面对问题。 而不是选择逃避问题,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。你不要就这么轻易放弃我们的感情好吗?再说了,我爸妈已经表示愿意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他们一直盼望我们能顺利结婚。 你妈那个人我也是有点了解的,你妈打的什么算盘我也很清楚,她应该是想让我把嫁妆带过去,甚至打算以后掌控我的财政大权,管理我的工资卡是吧。 小米,那是我亲妈,你应该相信我妈,她不管做什么,都是为我们的将来考虑,因为我们还年轻,不会理财。而且我们年轻人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,不懂得勤俭持家。 再者,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你不用担心我妈会偏心哪个孩子,说到底,我们都是她的孩子,到最后家里所有的财产还不都是咱们俩的吗? 张小凡,你就别白日做梦了,现在你们家的彩礼已经退给你们了,我们家也不欠你什么了,我们只有分手这一条路走,你以后就不要再联系我了,我们之间的婚姻注定是不可能的,从此以后我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。 小米说完这话就直接离开了,小凡顿时愣在了原地,她真的没想到,小米竟然真的不嫁给自己了,小凡瞬间流下了眼泪,毁得肠子都清了。 朋友们,你们支持小凡实名举报高价彩礼吗?小米选择与小凡分手,这个决定明智吗?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吧。 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